靜觀欺騙 我認為他們沒有執法能力 至於飛不飛 我是不飛啦 我是不飛 我覺得可能會影響好幾個月 有關於空拍法規的問題 我有什麼看法 哪些區域可以飛 哪些區域不能飛 由地方政府決定 好早安 10點39分 泡咖啡 2個月 1分別再聽 2個月 2個月 1個月 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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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 4個月 都會有 2個月 2個月 8個月 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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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鱼 再次將一塊 煮一塊 我們要把面粉弄 焯水 煮去 炒香 炒香 配饅頭蛋 今天是禮拜二 我昨天是有確認一下 電機 滑板電機跟按摩槍 廠商那邊是說都可以出 但是這運送過程會有什麼問題 不知道 另外我那台Niche Zero 確定沒辦法在最近到貨 幫我買的廠商說不然就退我款 所以簡單說就是我本來想要買的磨豆機現在沒有 我是可以直接從英國的官網買 但英國官網買回來可能也要蠻多天的 另外就是最近的疫情狀況 你不知道台灣的經濟會受到多大的影響 包括我們廠商那邊也好 或者我這邊也好 我們的貨能不能正常供貨 像我那個划船機也小售那廠商 也受到影響啊 有訂單沒有貨 對啊 所以這個會 我覺得可能會影響好幾個月 所以這幾個月 在財務規劃上面也要注意一點 然後昨天我PO一張i4D 有一個朋友收走 今天我會再PO那張那個Liftball 那是之前幾支買的 買了一兩年 我真的很少划 應該划不到十次吧 對啊 狀況都很正常 比方今天PO到粉絲團 看有沒有人要收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另外這幾天其實一直有人問我 有關於空拍法規的問題 我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覺得我有什麼看法不重要 是你自己有什麼想法 那就晚點晚上泡咖啡再來聊好了 好開動 好晚安 6點14分 我今天那個鑽石公主號在停在日本橫濱的那一燒 累計已經135個人確診 上面好像有兩三千人對不對 我是覺得啦 日本應該要找個地方 也許就在那個岸邊 搭個什麼臨時的 醫療的那種 場所 我覺得啦 因為在那密閉空間裡面 我覺得這種交互傳染會越來越多 而且在 那個空間光空氣 怎麼讓空氣 進化就是一個問題 再讓有些人 在裡面都不能動 有些住在那種沒有窗戶的倉等 那很辛苦 上面有3700多人 然後台灣的朋友有21 有些說要專機去載啦 但是光那21個人怎麼下船到機場回來 這也是一個問題 目前在看美國 因為美國人也蠻多的 這是水洗的椰漿 然後 回到山丘 像我每天一定會泡紅溪 也會泡 Espresso 但手沖就不一定 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我個人 比較喜歡 紅溪的 比較濃一點 濃郁的味道 Espresso是我想要煉拉花 所以 所以一天在有限的 扣打裡面 手沖就變得被我排到 比較少 那有種情況就是客人來 客人來 泡這個麻煩 手沖最快 而且手沖沖起來 一壺兩三百cc 兩個人三個人都夠喝 可是紅溪就不一定 紅溪太慢了 好那 早上我有說有些朋友問我 問我 這個空拍法規 在三月三十一號 也就是四月一號 開始實施之後 我的看法 其實 你有沒有發現我根本 沒有表示什麼 那在演你的那個過程中 有很多 有資源的人參與 因為政府當然不是找了很多人進去嗎 一起演你嗎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演你到後來會變成是這樣 當然我覺得他 有一個部分是 在演你中間你沒辦法發現的問題 就是 究竟哪些區域可以飛哪些區域不能飛 由地方政府 決定 那這個你在演你 演你法規裡面本來就不會說死 你不會在法規裡面講 哪個區域不能飛 你一定說會說我 我這個地方 有關於飛或不能飛的地方由地方政府來 公告 讓你的法規這邊就不需要去做調整 對不對就從 地方政府規定那邊 去做調整就可以 所以在立法的過程中 並沒有把 哪裡可以飛 哪裡不能飛 納進去 所以參加演你的人 也不知道哪邊不能飛 一開始只是講說 不能飛超過300公尺 然後高度不能超過400尺 對不對 他重量不可以超過250克 我想這個部分 對 一般人來講 能夠接受 你講的理由 我都同意 例如說晚上不能飛 OK啊 晚上不能飛 因為晚上 比較 要高度的技術性 不能飛 OK啊 那你說限高也OK啊 白天飛限高嘛 但現在是 好像八個 十個區域是不能飛 他只 正正面表裂 像台北市好像只有 福德坑那個地方可以飛 那新北市呢 那麼大個區域好像 只有在那個 浦城那邊有個叫什麼 媽祖田 反正就是那個附近啊 我看那個點 我沒有確切去看那個正確位置 反正就靠近土城的那個河濱有個 有個機場 那裡可以飛 連新洲那個都不行喔 然後還有就是我覺得在 立法規的時候 他們把空拍跟 固定翼滑翔翼那種 或者是 以前常見的遙控 空飛機 是混在一起彈 他沒有分開 所以他才把台北市人丟到福德坑那邊去 因為福德坑本來就有個機場 那其他區域 如果你要飛怎麼辦 好像就是要透過申請 那細節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遊戲規則上定下去之後開始有些人 動沒條 我覺得情緒都會有 但是我很淡定 原因是因為 像你們問我意見 其實我覺得你們有三個選擇 一個就乖乖就不飛 那都沒有問題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就飛 然後 不怕法 這是第二種 但是第二種應該沒有這種 不怕法 第三種 就是飛 但不讓你知道 很多人會飛 會喜歡飛的原因是因為可以拍 那你說好那你就自己拍不要給人家看 可是大家偏偏想要給人家看 你就想拍了之後給人家看 放到Youtube 所以你會怕什麼 萬一黑飛 飛了之後被人家檢舉 那這也是大家造成的 因為 就是有人會去檢舉 那你去想 這個法令過之後 這些執法單位 怎麼執法 他們會去 路上取締嗎 還是他 派有 有什麼 那個有人在各個景點監控 當有空拍機的時候他立刻知道那台空拍機是誰的 就跟你 開車子 車子上面有號碼牌 然後你經過什麼交流道都會被攝像機 攝影機拍下來 是這樣嗎 不是啊 那我們這些執法單位怎麼執法 就是靠大家 你們都去檢舉 你們去檢舉他就可以執法 就是他們通通坐在辦公室 只要有人檢舉 就 Case收 都不用出去執行 這法令多好 對不對 法令頒布之後 然後各個網友 他偷飛 誰偷飛 有沒有 但是我覺得 這 真正實施之後 會有一些爭議 例如說 今天天氣很好 我到樓上去 看風景 然後我就想到 我去年 今天 我有上去空拍 所以我把 去年今天的空拍影片 在今天 播放 放在YouTube上面 那你說我會不會被檢舉 所以你只要能夠舉證 你這個影片不是今天飛的 好像就沒事 對不對 總之我覺得很多事情 看法怎麼樣 自己心裡要有把尺 就是你覺得 你想怎麼做 那至於你問我意見 我絕不會絕對不會告訴你說 你完全不要飛嗎 我也不會告訴你說 你就黑飛 不會 我都不會告訴你 答案 那至於我會怎麼飛 我可能不飛 我可能不飛 對 其實飛 飛完還要減 蠻麻煩的 不能飛就算 可以飛就加減飛 不能飛就算 但是如果有到外縣市 例如到基隆 基隆好像沒有線 基隆都可以飛 然後往南一點 好像 有幾個城市是沒有線 也都可以飛 本來都 都市本來就 飛來飛去都一模一樣 其實我已經累積了蠻多影片量 所以真的我如果真的需要用到 都市 就是我飛薑紫萃這邊的影片 我一定要再上去飛一次嗎 其實也不用我可以拿舊的檔案來用 我用舊的檔案你可以說我是 我是違規嗎 我只要能夠舉證這檔案是我什麼時候拍的就好 對 同樣的 你們如果要用空拍的畫面 你們也要隨時準備好 也許有人會檢舉你 對 你要 你要能夠解釋 你這影片哪裡來 我相信這種魔人很多啦 那 在未來 不能飛之後 看大家是要做那種互相檢舉 還是說 私底下勸導 因為我相信這些執法單位 他們是不看YouTube 他們不會去 YouTube去抓 抓誰飛 然後放 上傳影片違規 不會 都是你們去檢舉 你們如果不去檢舉 他們根本無從直發起 這個部分 你說我的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 我很平常心 不能飛就算 你如果真的要飛 你就不要讓人知道你在飛 那至於要不要去登記 因為以我來講我現在去登記已經沒意義了 因為我去登記我在 我們附近也都不能飛 對不對 既然我附近都不能飛我何必去登記 還讓執法單位知道說 你有空拍機 有時候有些法規 其實有些法規原本的目的是為了要 勸導 要管理 你如果執法了 過當 那就變成什麼 大家都想辦法去躲 甚至是不作為 還有就是我覺得罰款 罰的 金額罰款金額太重 酒駕好像九萬十萬嘛 對不對 然後吊銷駕照 多久 可是空拍 動輒三十萬 他有些細則 例如什麼規定幾萬幾萬我沒有看 但是我覺得不管哪一條都比酒駕高 這是明顯不合理 有時候我們 去想為什麼他這麼定 因為 他覺得說 你不罰重一點 你會偷飛 會影響到飛鞍 對不對 因為萬一弄到飛機的話 那個 那個 很危險 喔 影響的層面太廣 那酒駕因為 你可能頂多就傷一個兩個 所以才罰了九萬十萬 所以我覺得 罰款的金額太高了 但是 法都立下去了 大家都沒意見 還是說 有意見 沒有被改到 不知道 這個要問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怎麼立這種法 不曉得 而且還刪讀通過 還是說他罰款沒有在法規裡面 是 私刑系者裡面有定 金額 如果是在私刑系者裡面有定罰款金額的話 那就看怎麼就改 台灣不是有很多協會嗎 希望看看這些協會的人 會整一下網友的意見 就是非有的意見 做一次陳情 如果陳情 當然我就 Support 我可以幫忙宣導 總之 遇到這種 這種 你很明確知道 3月31號不能飛 你就不要太白目 在那段時間 刻意去飛 等一陣子不要飛嘛 看情況 看 看 到時候 狀況怎麼樣 再決定 你要怎麼飛 不要急著 在第一個時間 就去反應 抗議什麼 沒什麼用 我是認為啦 執法單位沒有能力執法 都是有人去檢舉 他們才會去 處理 他們不會主動去 他怎麼知道誰 誰 誰非 所以 你們如果夠團結的話就是不要互相修害 不要去檢舉 他們就沒辦法去抓 你真的要飛人自己不要太白目 因為現在的飛 現在會被限制就是因為 很多白目的人 你自己心裡要知道你怎麼飛 不會影響到別人 然後都會去我想這些都會去不飛的原因是 不能飛的原因是因為 他覺得說下面都是人跟車啊 掉下來危險 乾脆都不要同意 萬一同意要有人掉下來 可能是 縣市政府的責任 對不對 所以乾脆都不能飛 最快 所以我看法是這樣子 反正在 3月31號 之後 靜觀欺騙 靜觀欺騙 我認為他們沒有執法能力 至於飛不飛 我是不飛啦 我是不飛 那 要飛就到外縣市去飛吧 大概是這樣 好 拜拜 OK Google Turn on Bianca OK Turning Bianca on 我們可以 住在那邊 來吧 我們可以 吃